正式离队 报辽宁南篮两连冠功勋正式离开球队 杨明赵继伟心疼不舍 富豪遗憾了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关于辽宁南篮 在今年夏天一系列的人员上的流动 在近期终于迎来了一个最新的消息进展 那么球队的两连冠功勋正式离开球队 那么伴随着他转头到其他CBA禁令之后 也意味着辽宁南篮新赛季 他的整个阵容上流失了一员绝对的王牌大将 让球队在下个赛季的整体战斗力 肯定遭遇了比较大的学界 那么众所周知 辽宁队作为本赛季的CBA的两连冠的霸主球队 球队目前可以说已经成为了整个CBA 可以说虎视眈眈的一个目标性的队伍了 下个赛季这支两连冠的球队 想要实现三连冠的话 难度肯定更大 各支球队都会把辽宁队作为球队的备战的主要目标 大家都会把辽宁队作为一个标杆 去主要的针对和研究 所以说辽宁队必须要在今天夏天 完成阵容的持续升级 才能够保持球队的竞争力 才能够在下个赛季 能够去继续完成未免的重任 所以说在这个夏天 杨明也是对于球队有着很高的要求 虽然说放假时间很晚 但是杨明也是第一时间马不停蹄 奔赴西班牙进行个人进修 那么在进修的过程中呢 也是接受了西班牙最先进的篮球理念的一些学习 那么后期呢 他已经正式的返回到国内之后 接下来将会正式开启辽宁队的下一个阶段的下训 帮助辽宁队将这种先进的理念 带到球队之中 让球队在下个赛季的备战的过程中 能够抢先一步 让辽宁队在下个赛季 争取继续完成三连关的目标 那么同样对于辽宁队来说 在今年夏天 我们也知道球队可能面临着 很多的一些人员上的调整和变动 那么包括韩德军李小旭 在合同到期之后 两个人是否会完成续约呢 那么包括球队 在今年夏天 是否还会在青年梯队招入一些新的队员 来补充到一线队呢 目前来看这是肯定的 那么根据我们所得到的消息显示 像张辰之风 李虎毅等几名优秀的年轻队员 将会补充进入到一线队 占据一线队的报名注册资格 那么与此同时也意味着 原来一线队的个别队员 将会陆续的有那么几个人 将会离开聊天队 将会正式的与聊天队说再见了 那么这些队员中 不发一些球队两连贯时期的功勋汉将 那么这些球员的离开 或许对于聊天队来说 肯定会有很大的不舍 会让杨明 赵继伟等球队的教练员 也好 核心也好 大家内心也有说不出的一份感情在里面 是吧 很不舍 但是也没有办法 这是职业体育必须要遵守的规律 球队需要发展 所以说必须要完成阵容上的优化 那么对于现在的这支流伦队来说 哪些队员会成为在今天夏天 离开球队的第一个人呢 目前来看 这个人已经正式的浮出了水面 伴随着李小旭在前段时间 已经正式的敲定了跟球队的许约事宜之后 也就意味着球队在四号位的位置上 目前来看 已经有了比较丰厚的人员储备 目前富豪能打四号位 张震宁也能打四号位 李小旭能打四号位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球队在四号位位置上的吴昌泽 这位球队的两年贯功勋 将会正式的离开球队 他已经确定了新年下家 就是正式的租借到吉林队 那么租借到吉林队之后 其实对于辽林队 对于吉林 对于吴昌泽 这是一个三营的交易 吴昌泽去到吉林 其实他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和成长的机会 对吧 对于他而言呢 可以获得稳定的出场时间 让个人的职业生涯 迎来一个华丽的蜕变 那么个人可以得到很快速的成长 而吉林队补强了自己的内线的短板和软肋 新赛季球队可以冲击更高的目标 而辽宁队这边呢 可以把吴昌泽租出去之后 未来两年还是继续用李小旭 是吧 主打 那么两年之后 可能李小旭随着年龄的增长 要退役了 两年之后 吴昌泽逐渐到期回归之后 来接班李小旭 无缝衔接嘛 对吧 所以说 大家各区所区 这是一个三营的交易 那么 虽然说杨明 赵继伟 心有不舍 对吧 虽然说富豪也有很大的遗憾 认为自己的好兄弟 对吧 吴昌泽要离开球队了 但是 这是职业体育发展 必须要遵循的规律 这也是对于辽宁队的发展 对于吴昌泽的发展 都是有好处 有帮助的 所以说 大家也一定会理解俱乐部的这样一个做法 我们相信 在下个赛季 辽宁队的阵容将会更加令人期待 这支全面优化了 一线队阵容架构的 辽宁队将会在新的赛季 朝着队史的三连贯 而全面的发起冲击 我们也拭目以待